杨老师 嗯? 我想请个假 要请假干嘛? 还要干啥? 怕你不同意我假嘛 然后让我网报你 黑心老板 你先说事儿嘛 真的 说事儿 只要请假回去 跟我女朋友求婚 求婚? 嗯 那你不准备你的礼物啊? 这不求你的第二件事吗 能不能帮我挑块好料子 切一下 然后做个件送我女朋友吗? 你这个人做点事一套一套 还行吧 那走我们去餐库挑一下 可以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的话到翡翠城了 走我们去帮胡子挑一挑 小哥 哎呀杨老师 我小心 对对 我来看一下 好的 拿了一句新娘子你看一下 好的 你想我件什么胡子 我 改个全剥的怎么样 可以啊 你能保证出东西是吧 他必须要 哈哈 你不相信我吗 你是在质疑我 说实话不太行 你想要一个你工资价位的啊 嗯 我工资价位的 然后能出个帝王绿手镯的 帝王绿手镯的 你工资价位 你再给我开开 笑吗 这个料子没被刷过没有表现啊 你看 它上面还有很多矿是吧 不是说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吗 这里有表现 这里有表现 但是这个六千九耶 那那打扰太贵了 这一个月不吃不喝也买不起啊 这一块也有手镯位 我们就玩手镯吧 今天倒是这个的话 你要剥手镯吗 太难了 这个倒是蛮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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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吧 这个 一条扭裂 这个的话极度不到 我们看一下皮克很细腻那种 很有油性的那种 这个的话 我感觉你选这个的话 你才推卸也没有了 太难了 太难了 便宜一点 这一块还可以 这一块也是没开窗的呀 这个你觉得可以吗 五千五 我 我不 价格 我问的是价格 我不是问你 你懂啥呀 价格可以啊 价格可以是吧 嗯 那这一个的话 我们就 就可以拿去玩一条 就是这一块 你看这里 有冰杆啊 这里 是吧 这里还有翘口 翘口的话 已经露肉 皮克的话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 就皮和肉分开的那种 要不这个吧 就这么草涮就决定了 对啊 这个没有草涮 你听我讲 你看这个皮壳 是吧 它很细腻 然后这个腊皮克 然后这个料子 它全身基本没有什么纹裂 有棱有脚的 是吧 我们可以玩一下吗 这一块 确定能说东西 我确定 信不信我 你再质疑我 走 我们去开了它 那就 真搞了 真搞 走吧 可以 亮哥我直接转你微信啊 我来 我来 这个五千五 我从他工资里扣就行了 我拿走了啊 等一下切一个冰片花的手刀出来 可以可以 这个敬你切 我觉得有机会 这个料子是新大的料子 能看一下 有机会的 这个 机会很大 我们去切了 以后给你发洗包 OK 我抓紧微信啊 你收一下 好 谢谢哥 慢走啊 拜拜 走 切了它 陈老师真感觉 这料子能出东西啊 我跟您说 行内有句话叫 新手玩表现 老手玩皮壳 那我就跟你讲一下这个料子的皮壳吧 你看它这些啊 它皮壳的话是相当的老啊 你看这些辣皮壳它已经起皱了 你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已经起皱重 皱起来 就说明它这个肿的话是非常的老 然后其次我们再看它这一面啊 这一面的方纱 方纱是非常细的 压增的话 你看 表现的话虽然不是很强烈啊 但是杀戏则肉戏嘛 是不是 然后这里的话它有表现 是不是我们压增的话 已经可以看到绿肉了嘛 刚刚是调侃你了 其实你谁也不敢保证百分百能切出来 是不是啊 神仙难断寸裕啊 这句话怎么来呢 新手可能你就是啊 啥也看不懂 是吧 但是从皮壳上的表现的话 大家也能看到七七八八 所以说啊 这块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啊 我们可以去补一下 玩一下 比其他那几块啊 你运算高了是吧 然后还有的就是 你不喜欢的又太低了 对不对 这一块的话是比较适合你 这样一个意思了 明白了吗 嗯 那我们就开切 行 走呗 来这个石头的话 我们现在拿去切 这个的话我们就不上水 知道我们要有机切啊 就保下手桌位去切 走 油肌 估计要得个十分钟左右才能切好 机器一响 黄金万两 好吧 等着呢 来,已经差不多,应该切好了,我们去看一下 这样倒下的话会有很多烟,我们等一下 我们来的鸡看料子还不错,意外之喜 切的怎么样了? 哇,哎呦,哦妈嘞 赚了,赚了 这个工资给你两倍怎么样,这个我带走了 这个工资我拿走,切怎么样了到底 我都语无伦促了,你看嘛,你看不出来,那么漂亮 我又看不懂,五千五个,出手镯了 等到把那一片拿起来看一下 等一下啊 我洗一下 哇,哇塞,这个月给你发 double 工资,这个给我了怎么样 不是,到底怎么样啊 你这番家回对了 你这个家请到了,兄弟,长了呀,肯定是,那必须啊 你看,哇,这道间 超乎意外啊 虽然想着它应该有东西,但没想到它那么漂亮 你知道吗 我拿一下手电子就会 来不来这看 腰灯给你打一下,都是油啊,在上面 哇,你看这个多漂亮 这个底子多干净,还有漂亮蓝花,你看到没有 这一条蓝色的 嗯,哇,你想这些的话,你可以拿去做牌子挂件 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出手镯 你看这里的话,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把你留了一个镯位切的,你看怎么样 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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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货能起什么样子的 起货的话,那就是,啊,手镯啊 我给你看,啊,一会儿我回去 回到工作室找图片给你看一下怎么样 哎,好的,哎,好 好吧,恭喜啊,哈哈,赶紧放泡 我先洗个手 嗯 这,这货应该能求下来了吧 讲道理,这货应该能求下来了吧 那应该肯定是没问题吧 嗯,手镯一袋,是吧 还是比较高兴的吧 嗯,嗯,嗯 开心 开心 可以 干嘛我的东西 走吧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的话刚放回来了 来我们看一下猴子5500 我们帮他选择这块料子到底怎么样 来我们压针看一下 哇塞这个肉的话是非常的细 然后水头的话也可以看到 达一个六七分的一个水是吧 然后这里的话直接就可以取一个贵妃 留了一个着位的厚度这块料子 直接可以取一个贵妃手镯 然后这一块的话起货的话还是比较漂亮的 所以说这一块料子今天我们5500给他搞下来的话 可以算是一个小掌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这个大概出货的话是一个什么样子 大概就是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 或者是这样 起货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手作 这个蛮漂亮的 是吧还挺漂亮是吧 然后你现在就可以拿去抛光 然后去做一下键 然后本期视频的话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杨老师的翠油宝宝们 记得点赞关注加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